往返花蓮台北的北花線客運 碰上疫情之後 運輸量從尖峰的一天46個輛次 跌到現在每天只剩下6個輛次 而每班車的乘客平均只有3到6人 而且經常都是空車來回的 只要開一班就是虧一班 業者只能夠咬牙苦撐 花蓮轉運站中 不少旅客提著行李準備上車 要前往各個景點遊玩 但把目光轉往北花線 搭乘情況卻是兩樣勤 整班車空蕩蕩 到了搭乘時間卻只有一個人前來搭車 如果不趕時間的話 其實蠻舒適的 跟火車比起來的話 火車是比較嘈雜的 這個搭乘的感受上 不管是價錢或者是舒適度 我覺得不要以時間為可能的話 這個是還蠻好 坐火車比較方便啊 而且坐客運從哪邊坐 從台北 台北還要經過抒發那些 會暈死 火車這樣子 去台北兩個小時就到了 還比較便利 可是你坐客運的話 可能要三個小時四個小時堵車 甚至更久 而且真的很不方便 人數很多嗎 不多 有時候最多也說五個六個這樣 除非說假日的話 過年的話都會滿車 最慘的就是一台空車上去啊 就我一個人這樣開車上去 那這樣的機會多啊 經常都會 往返華連台北的北華縣客運 碰上疫情後 運輸量從尖峰的一天46輛次 跌到現在每日只剩6輛次 每班車的乘客 平均只有3到6人 甚至經常空車來回 只要開一班就可以一班 那平日來講 基本上呃 承載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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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都是 平日都是各位數左右 大概五位到三四位左右 那假日呢 會增加到所謂的呃 大概十位 你希望說 呃 交通部能夠給達成我們 像北華縣國道客運 呃 的一些有買的套裝行程的旅客 呃 一些特別的優惠 那交通部 正在輔導我們做這個事情啦 那我們希望說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 鼓勵的方式喔 能夠增加 民眾來搭乘公共移除的意願 北華縣在雙北地區 僅有板橋南港兩個轉運站可以搭乘 至於人潮較多的台北轉運站 則沒有停靠 往返時間也比火車多出一兩小時 除了途中會行進蘇花蓋 狹小蜿蜒的山路 還會有塞車可能 即使票價比火車少一百元 吸引民眾搭乘的意願 還是不高 記者徐立芹 華聯市報導 佐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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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